現在斬了一小塊出來, 試一下 看它撥不撥脆, 好美啊 多美, 精型的頭啊 試一下, 看撥不撥脆 很脆, 很香 好了, 買了一塊五花腩肉 多美, 對吧 這塊五花腩肉, 怎麼看得多美 我們等一下就要把它切成, 即是切了幾條坑 讓它容易醃得入味 好了, 我放直去, 再切 切到有一定深度, 不要切到皮那麼深 切到肥肉那裏 好了, 一會就做些配料 切到五香粉, 要用一匙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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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聞到五香粉的味道, 都很漂亮 一定要放五香粉, 不放五香粉, 五香粉不夠料 就是欠缺香味的 好了, 我們現在把它塗上去 均勻一點塗上去 先塗表面 好, 均勻塗表面之後 我們就做開它, 剛才切開的 加些材料 兩頭 豬皮就 待會要做乾淨, 刮乾淨 豬皮就不要放 即是不要讓它黏上去 好了, 做好了之後, 我們就放在碟裡 就這樣放著醃, 放進冰箱裡 放進冰箱裡 醃它24小時 好了, 把五花腩肉放進冰箱裡 然後放鬆針 開始煮水 就變得越多, 越密越好 我們又有次序, 這樣 放進冰箱裡 就就放進冰箱裡 到冰箱裡 放進冰箱裡 蘸入 12個小時 12個小時 然後塗醋上去 這次可以用白醋 折醋也可以 這次試用折醋 好了,炒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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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醃好五花腩 醃好五花腩 等下我們就開始 放入烤箱 放入冰箱 好了,用錫紙包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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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分鐘 230度 40分鐘 好了 出爐 新鮮出爐的燒肉 放入冰箱 就可以放入冰箱 先炸 放入冰箱 做菜 出來 很脆 好了,先試一件 看看有多脆